凌晨警方在系直地区拦检到一名骑士 发现他浑身酒气要对他执行酒策 不过这名男子当场剧策 而且事后更发现这名男子的身份 竟然是台北市内湖分局 东湖派出所的一名园警 他因为参加同学会喝了酒 心狠狡献想要骑车回家 不过当场遭到警方拦下 下车剧策的案件 那本文局在接获通报之后 即介入调查 反酒驾是现今全国人民的共事 身为执法人员 这名无姓原警竟然还执法犯法 内湖分局高层得知消息后 立即召开考机会 以警政署所颁布的详程规定 将这名无姓原警 即一个大过 提报调整服务地区 并追究相关责任 内湖分局也表示 对自己人绝对不会包庇纵容 会依法就办以维持警戒封计 感谢观看